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17年的10月30号星期一 农历9月11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来关注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 省市重点项目厦门大学能源与石墨西创新平台 以及ABB厦门工业中心建设目前进展顺利 项目的建成将助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发展后进 厦门大学能源与石墨西创新平台项目 位于厦门大学祥安校区内 项目总投资约3.9亿元 总用地面积约4.1万平方米 由一栋综合楼和四栋研发楼组成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 工人们有的正在绑扎钢筋 有的正在搭设模板 处处都是忙碌的建设景象 为了加快建设进度 项目从9月份开工以来 就全面启动了五栋建筑的施工建设 目前一号楼装机全部完成 三号楼基础工程已经完成50% 四五号楼地下室底板铺设 也已经完成了50% 打到十九大刚刚胜利闭幕 我们也备受鼓舞 那么这个参见的各方呢 我想都会鼓足干净 这个争取在我们连底 就一七年的连底 确保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二号楼结构要封顶 那么四五号楼 这个整个地下室 一万多名驾驶 地下室顶板封顶 在保证这个资料安全 这个前提下抓进度 据了解 厦门大学能源与石墨烯创新平台 将设置石墨烯二维材料区 能源储存与转化区 新型核能区 节能与能效区 和能源材料智库等区域 规划技术研发 应用孵化 产业技术和公共支撑 四个子平台 未来这里将打造成 我省石墨烯产业研发中心 位于火炬祥恩产业园的 ABB厦门工业中心 总投资二十亿元 目前 ABB工业中心 高压厂区刚购工程 正在收尾 办公楼主体已完成 低压及中压厂区 内部机电工程 安装及装修收尾 近期准备各分项验收 中心预计明年一季度竣工 落成后将成为 ABB在全球最大 和最先进的制造基地 ABB全球电压等级最高的 一千两百千伏 特高压电力产品试验室 和ABB全球低压电气系统 第二大研发中心 M1IS低压成套实验室 也将落户于此 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 ABB在厦门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直跟路打的 生根型企业 不仅带动了厦门产业链的 不断完善和技术人才的聚集 同时也吸引了 众多上下游企业 在厦门投资建厂 经过我们二十五年的努力 我们也把厦门开关有限公司 打造成了从生产 制造工程服务和研发 一个全价值链的企业 它是一个典型的引进来 走出去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我们ABB对厦门未来的发展 是充满了信心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 市长庄稼汉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持意见 会议强调 各级政府及各部门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切实学懂弄通 坐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进一步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 撸起袖子加油干 奋力谱写新时代 厦门经济特区各项事业 新的辉煌篇章 会议要求 要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部署要求 立足特区的定位与使命 聚焦关系厦门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把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进一步做实做戏 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举措 一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 全力打造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 加快动力转换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深入实施千亿产业链群培育工程 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 二要更加注重协调发展 全力推进跨岛发展 统筹推动经济社会 城市管理 精神文明建设 加快实现岛内外一体化 三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 全力打造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整体质量 四要更加注重开放发展 全力构筑特区开放新优势 持续提升营商环境 加快自贸片区改革创新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支点城市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要全力打造两岸融合战略支点 进一步深化两岸经贸人文交流合作 五要更加注重共享发展 全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补齐教育 医疗 卫生 养老 住房 交通 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短板 副市长黄强 国贵荣 林锐 卢江 孟谦 张艺公 李辉月 韩景毅参加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 19大和19届一中全会精神 以及省委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市人大初步贯彻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陈嘉东主持会议 陈嘉东说 市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 要把学习19大和19届一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 迅速兴起学习热潮 用19大精神统一思想行动 要坚持以上率下 在把握精神实质上下功夫 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福建厦门工作提出的 一系列重要要求结合起来 做到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 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陈嘉东表示 要贯彻19大 关于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加强思想建设 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建设 持之以恒 政风速记 加强支部建设 不断提升管党制党能力和水平 陈嘉东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19大 对于人大工作的新要求 依法履行各项职权 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 使人大及其常委会 成为全面担负起 宪法法律赋予的 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 成为同人民群众 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要把19大精神贯彻落实 到全面完成今年任务 精心谋划明年工作计划中去 推动人大工作 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不断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陈昭阳 党组成员刘玉生 陈琛 刘绍青 林德志 胡家荣出席会议 副主任陈子轩列席会议 今天上午 是15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7次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嘉东主持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 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 关于提请审议 厦门大禹岛白鹿自然保护区 管理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厦门经济特区原理绿化条例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以及厦门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据了解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此次已进入三审阶段 条例对海上休闲交通安全 做了专门规定 通过明确管理主体经营者责任等 进一步规范 帆船游艇等海上旅游休闲活动的管理 第一次全体会议 还听取了市政府 关于我是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深化改革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情况的汇报 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 记者了解到 我是将继续完善信用法制和标准体系 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并打造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系 此外 还将通过科学评估 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并推广使用个人职业信用报告 加快对个人信用积分评价模型的研究 推出信用厂门百路分 积极推广应用 让城市首席的市民收到优惠和便利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吉美区村居集体发展试点项目 西亭人才公寓开工建设 姓林西亭人才公寓项目 南临海峡大道 北临城义北路 总建筑面积近15万平方米 根据方案 项目计划建设10栋建筑 以公寓为主 初步设计了1600多套 中小户型出租公寓 同时还将引入体育社区的概念 成为集公园 运动 游乐 购物 幼儿园为一体的 开放性综合性社区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宣布 项目正式开工 他说 吉美区在农村集体发展用地 开发建设的实践中 先行先事 行动迅速 路子精准 推进力度大 值得学习借鉴 各区要贯彻落实党的19大 关于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部署要求 持续加大集体发展项目建设力度 围绕解决地从哪里来 钱怎么筹集 谁来建设运营 建成后怎么管理 四个重点问题 探索政府 国企 村居 老百姓共建 共谋 共享的 发展新模式 副市长张艺公主持开工仪式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 狐狸区 统安区分别召开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19大精神 传达省委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并研究初步贯持意见 狐狸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午举行 会议要求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热潮 切实把19大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狐狸改革发展稳定的全过程各方面 要致力建设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着眼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实施2加4加N发展战略 加速建设创新创业集聚区 要致力构建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巩固深化大城管机制 全面加强城区综合管理 有序推进东部旧村整村改造 加快西部城中村整治和五元湾提升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全区各级党员干部 要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为动力 更加主动尽责作为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同安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午举行 会议要求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要迅速行动起来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作为头等大师来抓 认认真真学 原原本本学 结合实际学 准确把握深刻领会党的19大精神 用党的19大精神武装头脑 要形成学习宣传热潮 推动党的19大精神 进企业 进农村 进校园 进社区 覆盖到全区所有基层党组织和每一名党员 使19大精神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加快推动赴美同安 实现赶超发展 力争各项工作 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党的19大文件 及学习辅导读物 在全市的新华书店 十个门事部专柜展出 正式与厦门读者见面 19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 包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单行本 党的19大报告辅导读本 中国共产党章程单行本 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今天上午 首批3600册 运抵厦门的报告单行本 在全市新华书店十个门事部首发售卖 上午 不少市民群众一大早就前来选购 65岁的柯阿姨是今天第一位购书者 她说 其实自己是今年刚刚入党的新党员 作为基层党员 她想应该从自身做起 领会好19大精神 并在社区在群众中宣传 党的19大文件 我今天赶快看到这个 我也很受感动 特别我们这个老人家 老友舍了 老友舍的 都是对我们这很大的编程 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一本拿来去给 那个我们这个街道 售区 那个宣传 给群众宣传 大力的宣传 自己把它读懂 才能够在周边的群众当中 包括家人可以宣传 比如新时代 如何走进新时代 新时代是什么概念 新思奖是什么内容 让学总书记报告中的思奖陆地深耕 为我们中国梦共同努力 除了报告单行本 其他三种学习辅导读物 目前正在或即将投入印制 预计本周内都将正式出版发行 是新华书店也将密切跟踪发运情况 做到第一时间上架 本台记者报道 第十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将于10月3号到6号在我师举办 海峡两岸文博会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发展历程 过去十年 文博会一年一台阶 一年一变化 发展成为了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对接的第一平台 今天起下市新闻推出系列报道 关注十年来文博会所取得的成效 2008年首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就是在我身后这片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 文化艺术中心里举办的 作为唯一一个由海峡两岸 共同举办的文化产业盛会 它以一脉传承 创意未来为主题 凸显了两岸交流的特色 也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大客商的青睐 首届文博会共吸引了501家企业前来参展 在近2万平方米的空间里 无论是室内展馆 室外空间 甚至是走到连廊 几乎所有能用的空间都被规划利用起来 主题馆 数码科技馆 台湾文化创意馆 两岸民间收藏馆 市民创意集市等等 丰富又有创意的内容让人眼前一亮 为了更好的发展 2010年也就是第三届文博会 正式移到会展中心举办 也正是从这届开始 文博会开始在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探索 到了第三届 第四届以后 我们就开始意识到需要走专业化的路子 所以更多的在展馆的规划方面 在项目的签约方面 在现场交易方面 以及后续的这些项目如何落地方面 我们加大了这方面的关注度和采取的一些措施 使得这个文化会展的这种专业化程度 不断地得到提高 2012年 海峡两岸文博会升格为 由国台办文化部 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 作为主办单位 这也意味着海峡两岸文博会 正式成为国家级的文博会 在办会形式上 还把厦门国际动漫节和两岸民间艺术节等配套活动 整合到文博会的大盘子中 形成一会两节的大文博会格局 从第六届开始 以专业及产业特色划分展区 聚焦工艺艺术 创意设计 数字内容与影视 文创旅游四大板块 形成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影响力逐年扩大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都位居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最具活跃度 十大文博会前列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也就是在 它的品牌影响力 从一个区域性的 一直到全国的性的 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过去是我们求得人家来 现在人家主动来参展 十年来 文博会的展览面积和展位数 都增长了两倍多 逐步形成了品牌化 专业化 市场化的特点 并与其台湾展客商比例最高的对台特色 在大陆文化类展会中独树一致 本台记者报道 今年的海峡两岸文博会 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展区 同时将在项羽基电设备展示中心 设立智能机器人分会场 机械手不仅会写毛笔字 还会五龙五湿 在项羽基电设备展示中心 这些原本有些距离感的工业智能制造设备 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展示中心占地共1.7万平方米 目前已入驻德国库卡机器人 日本发纳科机器人 以及沈阳机床等品牌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分会场 这里将展示国内外一线智能制造设备 本次文博会在会场中心展示的是 我们以生活类商业类的人工智能为主 我们这边展示的是 以高端智能制造工业类的人工智能 小白小白 到了 彩灯调成紫色 好的 闭闭窗帘 好的 机器人通过与物联网连接 就可以控制全套家居 眼前的这个智能家居系统 正是厦门新兴之城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要带到文博会上展示的项目 除了可爱的家居机器人 他们还将展示其他多款机器人 我们这次参加文博会 主要是带来两大块的内容 一个是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物联网络定应用 智能家居这一块 我们就是要做好这个桥梁作用 这个枢纽作用 多更好的产品 包括新兴之城在内 人工智能展区 共邀请了两岸十家企业参展 此外 文博会上还将配套举办 海峡两岸围棋与人工智能邀请赛 国内顶尖围棋高手 将与电脑展开精彩的人机大战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今天厦门地铁二号线启动车辆外观设计投票活动 请夏天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地铁一号线年底就将开通市运营 二号线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力争2019年年底开通 这次二号线车辆设计共有两种外观 共四个方案进行公众投票 地铁二号线车型为B型 车辆设计邀请了国际知名的设计公司 对外观及内饰进行设计 经过三个月的设计和多轮评审 推荐两种外观设计 融入了城市文化 厦门地铁文化 以及人文自然和科技等元素 主色调极具个性和张力 视觉上更加清晰明快 更具时代感 从今天起 二号线车辆外观设计启动公众投票 这两种外观都包括两个色彩选项 共四个方案 供市民投票 市民可通过厦门轨道交通集团官网投票入口 参与投票 选出自己最心仪的地铁外观设计方案 据了解 厦门地铁二号线 构建厦门本岛与海仓区快速连接通道 及厦门岛东部地区南北向交通走廊 线路起自五元湾 中至天竺山南侧 全线长41.6公里 共设车站32座 平均占间距1.32公里 均为地下线 二号线地铁车辆共计51列车 列车采用铝合金骨形车体 六辆编组 最高运行速度每小时80公里 列车有240个座位 最高可载2062人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上午 记者在云当街道看到 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保障房申请的窗口前 陆续有群众前来办理异项登记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设立了咨询台 解答申请后的疑问 据了解 自从我市按照大批次小轮后方式 对保障房进行分配以来 配租的户型多以两房型为主 像这次这样专门针对一房型申请货安排的配租活动 还是第一次 对我市还为数不少的单身居民 特别是满30周岁的大龄青年 无疑是一个利好 并且这次推出的岛外房源都是现房 申请户只要满足申请条件 并完成选房 就可以很快拿到房子的钥匙入住保障房 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表示 意向登记在下个月10号结束后 他们将在15号举行公开摇号 尽快启动本批保障性租赁房的正式申请工作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